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 王牧师非常高兴能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么呢 我现在呢 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系列啊 就是那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圣经是一本非常棒的书 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石 那么呢 它的发行量是多少亿啊 然后这个圣经呢 翻译的文字超过两千种 那么圣经呢 里面有无限的智慧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那么很多人呢 对这个是比较纠结的 那都包括我自己在内 然后最早这个信耶稣的时候 然后也读了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啊 那么对圣经呢 到底讲的什么呢 慢慢的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那我想把我这个 这七八年吧 牧养教会 还有这个私自己的思考 然后呢 把它整理出来 做成食品 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也看到这方面的缺乏 然后 在圣经方面有很多很多资料 这个单门讲 把它浓缩出来 那么把圣经的 这整对我们现代人 特别是整对华人呢 这世界上只十四五亿的人口啊 这在这方面 还有是比较欠缺的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发现这个就是英文的 有一些旧的版本的方面 然后 也不是适合我们特别正统的神学的啊 那我就整对这个事情呢 做一个就是说祷告 然后归纳 然后求神使用 愿你这个多多支持 这个频道啊 好不好 那么 我上次啊 在三十三讲里面 讲到耶稣是拯救之主 成圣之主 医之主 和再来之王的 这个圣经的真理 这是把圣经的最核心的部分 做了一个归纳 是吧 那么呢 那么下面我讲 另一个啊 第十三十四讲 讲这个耶稣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是赋予并掌管生命的主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OK 因为这个耶稣是道路 真理生命啊 这些经文啊 他出现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 经常被引用 这个有非常广泛深刻的含义 因为这个道路 真理生命啊 这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词汇 基本的概念 我想在这里面呢 并且加上另一个啊 就是说 耶稣是赋予并掌管生命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他是赋予生命的主 那么呢 我首先呢 给大家分享一点经文呢 就是把这个原始的经文 再看一下啊 然后往下看啊 那么耶稣啊 这个他在这个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啊 是这么说的 他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那么这些经文呢 出现的 就是耶稣啊 他那个 给门徒们聊天 耶徒们 耶稣呢 他耶稣跟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他这个耶稣啊 有一天 他会离开他们 他要走 OK 对不对 离开他们要走 那么他 他要走了 这个耶稣是他们的师父吗 是他们的老师啊 是他们的拉比 所以他走了以后 他们很想 他耶稣去最好的地方 那么他也会跟着他去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耶稣呢 他要回到父那里面去 也就是父啊 就是耶稣啊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 对不对 他道成肉身以后 可以住在大家一起 但是终究有一天 耶稣要回到父那里面去 对不对 那么回到父那里面去 那么呢 也这个 他的门徒 也是非常向往的地方 那么他那门徒就问他 你到底去 我们要去 那你到哪 你到哪去啊 那么怎么 怎么才能去啊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 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同时 又把这个问题给扩展了 所以耶稣就讲了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尽 我们也能到父那里去 那么想说一下简单 就是说 就是说 他的狭 这个狭义来讲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就是到父那里去 那父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父那里呢 是永远的归宿 还是永远的归宿 那么是我们终极要去的地方 那么这里面 这个到父那里去呢 实际上包含了什么含义啊 我们作为人呢 是因为始祖犯罪以后啊 始祖犯罪以后呢 导致我们人呢 这个有罪性了 这个罪呢 就导致我们和神的关系的破裂和分离 而这种关系和分离破裂呢 是我们自己一个人 是无法把他弥补的 我们不能靠着自己 把他愈合啊 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个伤口啊 然后过几天以后 他自己愈合了 这是可以的 是吧 那么呢 有一点小毛病 是吧 通过我的免疫力 也可以愈合了 但是呢 那么我们啊 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导致我们和神的关系分离以后 这个分离的关系呢 是不能靠着我们自己来愈合的 OK 你可以想象啊 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这个鸿沟呢 它远远超过几米 那么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跳过去的 OK 是不是 那么基本上说这个鸿沟快远到 远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它就是坐着飞机也到不了 举手说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假设我们去到那个什么 离着我们最近的恒星啊 也有四亿光年 我们自己靠着这个 这个四 四光年啊 对不对 我们是不可能的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到父那里去 回到父的身边 然后和父神和好 是吧 那么呢 这个到那里去 我们是不可能的 所以但是呢 有一个路 耶稣告诉你呢 它是这个道路 是这个道路 那么这个道路就像一座桥梁 而这个桥梁呢 是唯一的桥梁 而且是你要过这个桥 一定能过去 不过这个桥 肯定过不去的 OK 只有这条路 只有耶稣这条路 那么耶稣这个道路 它是 是我们得救和父神和好的 唯一的桥梁 它是我们唯一的救助 你通过它 是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 通过它 我们通过这个路 就过去以后 从左边是罪人 到了右边的时候 通过信耶稣 那么呢 那么我们成了义人了 在神的眼里 就是成了义人 和神和好了 而且我们 各方面的 我们的罪过都被 都被饶恕了 那么都靠着耶稣 就可以成圣了 OK 这是个道路 还有呢 我们人生的路啊 其实呢 那么是坎坷的 人生路不知道到底 一定怎么走 你可以走一条 这个世俗的路 升官发财 各个这个路 你也可以走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呢 对社会很有帮助 然后呢 走一个永生的道路 那么这个道路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同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在是非面前 你是站在是 站在是这一边呢 还是站在非那一边呢 OK 那么站在是那边 可能受苦啊 OK 对不对 那么站在这个非那边呢 你可能容易一点嘛 OK 对不对 你看在中国国内也好 现在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好 对不对 你到底站在哪边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道路呢 是跟随耶稣的道路 这个跟随耶稣的道路 还是通过救赎的道路 也是跟随耶稣的道路 所以呢 耶稣是道路 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走一个 走一个有意义的道路 走一个光明的道路 OK 那么呢 就给随耶稣 OK 正义公平和平仁爱 是吧 OK 宽恕 如果你不走这个路 你可以走撒旦魔鬼的路 是吧 一时的可能觉得舒服一点 但是最终最终的后果 你自己承担 是吧 这是道路 还有呢 说是真理 OK 那么呢 宇宙当中 世间当中 是吧 那么这个 什么是正确的 OK 什么是这个 真的 真的 我们说这个处死 这是英文翻成处死 那么这个处死里面呢 有这个物理的处死 比如说光 每秒钟 30万公里 30万公里 速度 这是真理吗 这是真理 OK 那水呢 到了这个 零度以下的时候 结冰 这是真理吗 这也是真理 OK 那到了这个 100度以上 变成水蒸气 一个大气压压压 对 这也是真理 OK 是不是 这都是真理 那么呢 那么这些真理呢 都是小真理 也就是物理 听的 一些化学 听的 一种 甚至数学 方面一些真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在我们社会当中 比如说 这个社会呢 它是 这个从这个比较这个原始的社会 慢慢过渡到比较文明的社会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是一般的发生规律 但是人类社会呢 到了一定文明的程度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文化跟不上 信仰跟不上 也会堕落 OK 你会看到现在的社会 本来这个社会 从一个破风 破底 然后慢慢的 群居生活 关上这个夫妻 正常的夫妻关系 男女的 后来又是同性恋的 各方面的 吸毒慢慢的喝法化了 所以这个 这就不是真理了 OK 所以耶稣是讲的 他是真理的 就是讲的 宇宙一样的 普遍的真理 他代表了 OK 比如说 尽心尽性 爱主你的神 是吧 这就是真理 是吧 你要认同这位神 那么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OK 这就是真理 是吧 那么 不通过耶稣 你任何人不能得救 这就是真理 因信成义 对不对 这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 他就代表这些 耶稣 这个概念 不是个抽象的东西 耶稣 耶稣 他有实实在的内容 他就是个道路 美好的道路 也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可能受些苦 但是他的最终的归宿 是好的 是吧 对不对 他的道路 他就是真理 耶稣 是真理的化身 是真理的化身 那么呢 那么从我们这个 这个人生 人生过程当中 对不对 你看耶稣讲这个 你要饶恕别人的过分 我天良的父 便是饶恕你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怎么带人 你要想别人 怎么带你 你要怎么带别人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要爱人如解 是吧 对不对 对吧 好在讲这个道理 那么很多很多真理 实际上 在耶稣 他的教堡里面 我们可以 慢慢地去学习 圣经里 他讲的道理 就是告诉你 耶稣是真理的道理 还有最重要 最重要一个 他耶稣是生命 那么我们说呢 生命啊 你看这个植物 你看我这花啊 这当然是假花 不是真花啊 那么 如果一个活的花 花草 它就是代表 生命气息啊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现在在说话 是吧 那我就是一个活活的 有生命的 现象的生命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呢 像一个培胎 是吧 那么这个 他一旦这个受精了以后 他就开始发育 就是一个生命 开始成长了 那我也喜欢这个动物啊 小动物啊 像植物什么的 也经常观察啊 OK 而什么的没有生命呢 你看看 这个水流的水 就没有生命 OK 这边的水 它是不会自己动的 OK 那就是一个分子 是吧 那么你看到这个太阳 OK 它就是核 核俱变的反应 OK 可以释放出能量 但是太阳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它有寿命 还有寿命 那么这里是什么 耶稣是什么的 我们作为一个人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能活出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生来 OK 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生来 那么这个生命怎么才叫真正的活着 那你得有耶稣在你的里面 有正义 公平 忍爱 对吧 饶恕 圣洁 对不对 永恒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舍己 对不对 那么呢 永恒的盼望 对不对 那么这才是 这才叫生命 又叫生命 那么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你活着可能就像死人一样 行尸走兽 那不是真正的生命 OK 那么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约然是少活一点 但是活着有价值 是吧 有意义 这个 这就好 是吧 这有意义 当然我们也希望活着又有价值 又有意义 又长寿 对不对 那么尤其我们一基 也做信了耶稣的 耶稣说的 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 死了信他的还能复活 再说 耶稣啊 他这个死了以后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这个复活 那就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信他的人 他把这个永恒的生命 也会赐给你 所以呢 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是生命 他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就是复活的生命 他就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生命 对不对 有价值 有生命 那么呢 耶稣呢 他除了他是这个真理 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以外 而且呢 我们想上 他是这个生命的赋予 赋予的主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他把这个生命赋予你 你能理解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 在这个尹生亚当 他刚生出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这个真正的生命 是神把那个灵气 通过他的鼻孔 吹到他里面才有了 那么我们 因为从亚当那里 继承下来的罪 那在我们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罪人 我们的罪已经导致 我们的死亡 而真正活过来的时候 是在你相信耶稣基督 是你的救助的时候 那你和耶稣发生 这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 那么把耶稣 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对不对 神的灵 交关了你以后 最早的亚当 是神的灵 从鼻孔吹 那么我们现在 通过信耶稣 神的灵 加给我们 作为恩典 加给我们 那么我们就是 赋予这个生命 那么赋予这个生命 就是在我们 吃圣餐的时候 掰饼的时候 就是说 你吃耶稣基督的身体 然后他的生命 就释放出来 那同时让我们的生命 再加强一次 我认为是 对不对 加强一次 那么这个 不仅它是 赋予你生命 而且我们现在 讲这个生命 是掌管生命的主 这个怎么讲 是不是 那么我们 有没有生命 在于他 我们的生命的好坏 在于他 那么我们 获得重生 也是在于他 那么这点 我想跟你分享个经文 可能比较有意思的 好不好 那么 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第二十六到 二十五到二十七 那约翰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但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他也必复活 这个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OK 这 你信这话吗 OK 这个 这个 马大 这个 马大就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呢 就是呢 要临到世界的 对不对 他这是绘画 马大是他 这个好朋友 也是他一个 照顾他的用人 相当于是吧 照顾耶稣的 他那个 他用这段对话 就表现出来 在这个 耶稣啊 这个马大的弟弟啊 拉撒路 他那个 在让他复活以后 是吧 让他看到啊 这个 这个前面一个对话 是吧 那么你再往下 看到了 约翰福音啊 他这个 对 他这个十一章 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他说了这话 就大声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了人就出来了 手脚 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OK 这里不像什么 这拉撒路啊 他是得了病了 病者是发烧啊 然后呢 他就这个 其实呢 因为那个年代 就是 也没有什么好药和治的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医生 他们都想到啊 耶稣啊 他是个拉米 然后耶稣是先知 耶稣是主啊 其实有这个医治蛋 耶稣是医治 他们相信耶稣能跟他治 所以呢 他们就给他 这个叫耶稣 但是耶稣呢 他 他想法超过他们 那这说 对吧 耶稣呢 实际上故意让拉撒路 让他这个肉体的生命 让他死一次 那死了以后呢 并且是待到地 经过三天 第四天了 那这样说呢 拉撒路的身体都臭了 肯定是没有呼吸啊 没有循环 然后呢 这个大脑也死亡了 但是呢 耶稣想证明什么呢 那么他是掌管生命的主 他掌管生命的主 如果他掌管这个生命的话 他就有能力让他复活 是吧 如果他不掌管这个生命的话 他就不能 他就不能让他复活 那么这是非常大的考验 是吧 如果说我们的话 那死了四天呢 肯定是没周的 是吧 你不要吹大话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掌管这生命的主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掌管这生命 他站起来 结果呢 他就站起来走了 那么这个就说明了 耶稣啊 他是生命的主 他赋予生命 他掌管生命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在圣经里 让我们要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 耶稣基督 他是道路 通往父神的道路 他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跟随人的道路 他是真理的化身 他是生命的掌管者 他是生命的本身 本源 他是生命的富裕者 也是生命的掌管者 所以我们对耶稣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我们要跟随耶稣 然后呢 那么我们学圣经 就要认识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主的道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并是富裕和掌管 生命的主的道理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圣经 到底要讲的什么的 其中之一 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喜欢 请你转发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家人 并且没有订阅的话 希望你能够订阅本频道 谢谢您 好 谢谢你的支持 再见